于是呢 他把自己在百官洞里边拍到的照片 还有当时的情况 全都发到了一个摄影论坛里 很快老刘的帖子呢 就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对照片上那个神秘的光影 人们是众说纷纭 而不少人都认为啊 说这张照片啊 他是被PS过的 刘俊才这是想哗众取宠 当然有人认为老刘的这照片 他是PS的 也有人认为不是 一时间论坛里面的是争议不断 这时候呢 记者正好看到了这个帖子 这事挺好玩 值得调查一下 几经打听 他终于找到了刘俊才 在老刘的电脑里呢 记者看到了在网上引起争议的 那张神秘的照片 记者自己那也是搞摄影的 另外呢 还是一个批图高手 他仔细研究了半天 最终确定 照片上没有被批过的这个痕迹 边上的老刘 那也是大呼冤枉 说别说造假照片 对我没什么好处 就算是有好处 那我也得会这造假的技术啊 那我也是从这个新闻工作者出身 而且又也是公务员 那么我的职业和我的这个 本人做人的这个准则来讲 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必要去PS 我就说凭我多年跟他交往 从他的人格 他的人品来说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 做这些事情 把他意思的名字都弄坏了 虽然喜欢摄影 但是对这个电脑的技术 是不行的 就是那么PS我觉得不可能的 确实对老刘来说 造这样的假 那实在是没啥好处 记者相信 照片造假的可能性 可以被排除了